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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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台湾 给你们的父亲 祝寿 女儿女婿知道 老人等待这一刻 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名叫于凤志 而给他发请柬的这个人呢 叫张汉清 张汉清 就是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 张学良 张学良的生命中 有两位对他最重要的女人 一位是陪伴他度过 近半个世纪 软禁岁月的赵子小姐 而另一位 就是在大洋彼岸 苦等了他半世纪的女人 也就是前面提到 轮椅上的老人 张学良的结发妻子 于凤志 于凤志 自祥州 富商于文斗之女 是张作霖清典的儿媳妇 当年的张作霖很看好于凤志 觉得他直属达理 文文尔雅 为了让于凤志 能在结婚前对张学良有所了解 张作霖便安排张学良 住到了于凤志家里 那个时候 于凤志不到18岁 张学良不到15岁 两个年轻人经过短暂的相处 相爱 情窦初开的于凤志 对这段婚姻 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来来来来来 儿子 日后的路 得靠你们自己走了 要稳山下路 顺位过来人 1916年4月 在于凤志18岁那年 他正式与张学良结为夫妻 婚后 于凤志还是像恋爱时那样 称呼张学良汉清 而张学良对于凤志的称呼 亲疑中还带有几分敬重 他称于凤志为大姐 婚后 这段出窗入队的日子 是于凤志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张学良喜欢古画收藏 而于凤志是东北才女 良人经常一起赏玩古画 可谓志通道合 这段视频资料非常珍贵 是于凤志仅存于事的影响 于凤志在观看丈夫张学良 与孩子打球 气氛看上去非常和谐 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出入 高尔夫球场的情景 照片中 鲜瘦优雅的于凤志 站在意气风发的张学良身边 两人宛如神仙眷里 两人相濡以沫度过了二十载婚姻生活之后 于凤志想不到 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他与张学良的命运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与杨虎成为了逼将抗日 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 发动兵舰 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斡旋下 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 连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由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1936年12月25日 蒋介石被安全送回南京 随行保护他的张学良 在下飞机的那一刻 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 蒋介石一个眼神示意 忽然涌上来说明特务 他们迅速包围了张学良 并按照蒋介石的要求 将他押解回去 等待法庭审判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 就是当年国民党军委会 对张学良的判处报道 在这份报道当中 最清楚可见的几个大字便是 判处张学良 徒刑十年 此时俞凤志远在英国陪孩子读书 面对丈夫一夜之间 就从高高在上的副司令 转变为阶下囚 他的心中猛的一阵 1937年的1月13号 于凤志告别三个年幼的孩子 匆匆赶回国陪伴丈夫 在浙江凤化西口镇雪豆山上 他和张学良开始了他们的幽禁岁月 上次相见 两个人还一起在英国 接受药园的会见 彼时一个是少帅 一个是少帅夫人 而此时 两个人已经沦为毫无自由可言的囚犯 看着一脸落寞的张学良 于凤志心里如同打翻了五位平 不是个滋味 1936年至1940年 张学良与于凤志 被蒋介石不停地改变关押地 从浙江凤化雪豆山 安徽黄山 直至湖南宾州 元陵 在湖南凤凰山 凤凰寺 他的一切衣食住行 都被特务牢牢监管 不许通电话 不许发电报 更不许任何人探视 自由对他来说 已经是一种奢望 每天还要面对来自特务们身心上的折磨 张学良看不到自己任何的未来 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他想要实现的战死沙场 报效祖国的夙愿 永远也无法实现 张学良喜欢的精细四郎叛母里 有这样一句细词叫 我好比龙中鸟插翅南飞 张学良经常哼哼杨四郎唱的这两句细词 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 面对这样屈辱的生活 张学良决定以死解脱 看到丈夫有轻声的念头 于凤智心疼之鱼 赶紧用国恨家仇未报 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道理 来说服自己的丈夫 而且在平时囚禁的生活当中 也尽量表现得自己情绪开朗乐观 这种乐观的态度 多少也影响了张学良 让他渐渐打消了轻声的念头 但是背地里 于凤智经常以泪洗面 他愿自己当时不在丈夫的身边 没有阻拦住 丈夫送蒋介石去南京 于凤智急遇成绩 他渐渐地发现 自己的左胸经常的疼痛 有的时候甚至 疼得彻夜难免 张学良眼见妻子的病情 是越来越重 把他送到了湖南省立医院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 于凤智得的是乳腺癌晚期 怎么办 张学良心急如焚 可他尚被幽禁 与世隔绝 怎么才能救妻子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可以救妻子的人 宋美龄 张学良年轻时就与宋美龄结识 二人彼此欣赏 加上身家背景又不相上下 很快成为好友 而于凤智与宋美龄也算是一见如故 1930年 张学良带着于凤智去南京接受委任 古城金陵 扑口码头上 当张学良与于凤智乘坐的专机刚一落地 狮子台上的礼炮 就破例为他们夫妇二人 拧了二十一下 在这里 宋美龄与于凤智第一次见面 宋美龄博学多才 一态万方的风范 让于凤智很有好感 而温文儒雅的于凤智 也让宋美龄感到十分投缘 加之当时的蒋介石 与张学良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兄弟 于是于凤智与宋美龄 做了金兰姐妹 张学良相信 凭借着他们夫妻和宋美龄多年的交情 这个忙他不会不帮 然而就在张学良认为一切 只等宋美龄首肯时 于凤智却破天荒地和他起了争执 凤凰山古寺中 张学良和于凤智的卧房内 于凤智泪眼婆娑地望着张学良说 我哪儿也不去 我要留下来陪你 他不愿意在国难当头 丈夫被囚的情况下 丢下张学良独自一个人 张学良苦苦地劝他 说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 而且到美国去呢 你还能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 来保存我们张家的血脉 况且对蒋介石政府来说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牵制他的力量 如果能够找到相关人士帮助 也许自己重获自由 指日可待 于凤智听了这话 觉得去美国 真的有可能帮助丈夫逃出牢笼 他权衡再三 答应了张学良 这封信在戴笠的帮助下 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宋美龄城 张学良言辞恳切地请求 不仅打动了宋美龄 竟然也让蒋介石 动了一些测瘾之心 于凤智可以去美国治病了 但是呢 他对张学良还是不放心 他怕失去自己的照顾 张学良的郁闷 无处排解 思来想去 他想到了 赵四 赵一迪 北洋大臣赵庆华之女 因在姐妹中排行老四 人称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 比张学良小十一岁 与张学良相遇 并且相爱那年 他才十六岁 张学良二十七岁 他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 被父亲赶出家门 他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 情愿一直做张学良的秘书 不要名分 作为女人的于凤智 心里很清楚 赵四小姐是真心爱张学良的 因此临行前 于凤智亲自安排了赵四小姐 来照顾张学良 他知道 在这样苦的生活条件下 只有一个真心爱张学良的人 才能陪他 耐住这份忌悦 自己离开后 由他来照顾张学良 是最合适的安排 做出这个决定 意味着于凤智将自己 最爱的汉清 拱手相让于赵四 在他的心里 痛苦万分 可是为了让汉清生活上 和精神上都能够过得好一些 自己再苦 于凤智也是心甘情愿 亲自做完这个安排后 于凤智还是不放心 为了让张学良 有坚持活下去的动力 于凤智在走前 与张学良约定 彼此绝不轻生 到美国后 他一定想方设法 救张学良出囚笼 他也默默祈求老天 一定让他等到 丈夫重获自由的那天 于凤智在百杆交际中离开了 他在渐行渐远的车上 久久回望 被特务包围的张学良 心中一个笃定的声音 在告诫自己 救汉清 想尽一切办法 然而在那个年代 一个中国女人 又如何在遥远的美国立足呢 1940年4月25号 当赵四小姐放弃香港的宽裕生活 辗转来到湖南 陪伴张学良开始 他的幽近岁月 同一时间 于凤智憔悴孤独的身影 却徘徊在美国纽约国际机场 在他的脑海当中 一遍又一遍地闪现着 张学良最后时刻的表情 其实深知自己的病情 已经十分危急的于凤智 本来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情 来到美国 但一想到他自己或许是张学良和大帅府 乃至整个张氏家族被拯救的最后希望 于凤智突然就勇敢了 只是此时此刻的于凤智 绝想不到自己选择的这一次离别 竟然是他和张学良的 永别 于凤智与前美国驻北京公使 詹森 肯尼迪和夫人丽娜是好友 凭借二人帮助 于凤智驻到了纽约成交的 哈克尼斯教会医院 先后经过三次切开左乳 去除癌变乳液肿合的保守治疗 于凤智的癌细胞 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 当医生在他的病历切片中 发现新的癌细胞组织时 一件让于凤智无法接受的事情 出现了 摘除整个乳房 当虚弱的于凤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痛苦地几乎晕打 出身于东北第一家族的他 甚至一个上流社会的女性 失去一侧乳房意味着什么 身体的完整 不但带给他短庄的衣表 更是他作为一个将军夫人 自真自傲的资本 他不但需要维护这份尊严 更不能在没得到丈夫同意时 贸然接受这种残忍的手术 不妥协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看在眼里及在心里的詹森肯尼迪 要妻子丽娜好好地劝说于凤智 早就了解于凤智的丽娜略意思索 还真就想到了一个解开他心结的办法 他从近日刊载在美国报刊上的张学良近况说起 还讲到国内一些东北军旧部和中国共产党 正在积极地营救少帅 这个消息让于凤智顿时有了精神 他忽然就想起来当初与张学良不得自由 绝不轻生地生死约定 立刻明白再没有比保全自己的生命 来救人更重要的事情了 于是他含着泪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噩梦般的三个小时过后 于凤智被迫接受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于凤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低声地哭泣 往日在东北一呼百应的盛况恍如隔世 而今自己竟独自沦落 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但是和张学良最后的约定 让于凤智一想到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于凤智等身体略微有了好转 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张学良的交代 找回自己留在英国的三个孩子 张学良与于凤智予有四个子女 老大是女儿张吕英 老二张吕勋 老三张吕渝 老四张吕齐 最小的儿子张吕齐十岁时被日本人害死 1934年剩下三个孩子被送到英国读书 然而当历经周折阔别八年的孩子们 站在于凤智的病床前时 他痛心地发现 次子张吕渝竟在之前法西斯轰炸伦敦时 被惊吓得精神失常了 这突如其来的小病人 让一直养病的于凤智也慌了手脚 但看着孩子们年纪还这么小 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于凤智不禁发起愁来 国内带来的钱 虽然足够支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但自己手术就花了不小一笔钱 如今女余又病了 如何抚养三个孩子 成了于凤智最大的挑战 祸不单行 于凤智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 他的好朋友肯尼迪夫妇就被新上任的总统 安森浩威尔给解聘了 一时间 于凤智面临着赴美以来 最大的困难 他明白自己和孩子们 不能总是依靠肯尼迪夫妇的援助 他必须为了生存 杀出一条血路来 于是在好友丽娜夫人的帮助下 于凤智毅然踏出了自己 搏杀股市的第一步 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 六根仿骨希腊式巨型郎柱 助力在人头传动的大厅 将这里衬托得肃穆而又庄严 于凤智仅仅跟在丽娜的身后 在一浪浪涌进的人群当中 向前挤 人们狂热地参与到股票交易中 于凤智在被推来扫去当中无所适从 丽娜要她跟自己购入持续上涨的那些股票 但于凤智盯着屏幕的眼睛却充满了疑惑 丽娜见状走到她身边 告诉她炒股其实和马奖原本一个道理 都是智慧的较量 这个比喻让一头雾水的于凤智忽然开了窍 她略意考虑 便马上小心翼翼地购入了五百只垃圾股 丽娜马上提醒她 这些股票可是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 把赌注压在她上面 太冒险 但精明的于凤智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 等待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翻盘 结果没多久 这个股票果然开始缓缓上涨 并且越涨越快 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她觉得这不过是于凤智的运气好吧 再看于凤智 她始终关注着股票的涨停 内心也随着股市的波动 在胶着和兴奋当中来回的转换 眼看着自己选定的股票势头越来越好 但物极必反的道理 再一次拥入了于凤智的脑海 就算是尝试也要见好就出 想到这儿 于凤智果断地抛出了所有的股票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那些垃圾股在于凤智抛出的同时 突然停住了狂飙突进的势头 渐渐地又开始回落 于凤智悬着的一颗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就这样于凤智赚到了他在股市当中的第一桶金 但是事业才出具起色 上帝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股市顺风顺水 于凤智却连遭打击 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智简直无法承受 逆境求生的于凤智 如何挺身为丈夫疾护 档案正在降速 1956年 陪伴于凤智多年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丽娜 在一次晚宴上突发脑衣血过世了 沉重的打击让于凤智躺起痛哭起来 三天之后 刚刚参加完丽娜葬礼的于凤智 还没有赶回长岛 就知道了自己一直牵挂的二儿子吕鱼 竟在十月份就病逝了 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智简直无法承受 他哀嚎一声 晕了过去 整整一年 于凤智都在追思王子的悲伤中生活 他觉得自己亏欠履欲的太多了 每一次想到他短暂生命所遭受的磨难 于凤智的心就在低血 但是厄运并没有停下 他摧毁这个女人的脚步 1957年 当张学良终于可以和于凤智进行通讯往来的时候 又一个令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 同年的三月十三号 当长子张吕荀像往常一样起床 将赛车开到陡坡上的时候 大雾弥漫使能见度变得非常的低 这个时候 一辆急迟而来的卡车将猝不及防的吕荀 撞进了沟里 吕荀虽然没有当场死亡 但脊髓神经却受到巨大的重创 后来引发了败血症 而撒手人寰 丈夫不在身边 三个儿子都相继离开 于凤智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 于凤智不明白 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残忍 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 于凤智没有选择 他只能带着女儿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因为他承诺他的汉情 要好好地活着 1964年的某一天 于凤智像往常一样 翻看着台湾的杂志 突然 他的手僵在了半空 目光停留在了一篇叫做 《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上 于凤智注意到 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署名 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学良 他悲愤交加地把杂志扔到了地上 他不相信 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张学良所写 他认为是蒋介石及其特务们 以张学良的名义伪造的 作为张学良的妻子 于凤智忍无可忍 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站出来 于是 六十年代初期 在美国普通街道上 人们常常会看见这么一个中国老太太 她盘着整齐的发迹 身着旗袍 拿着话筒 生死历劫 她悲愤地向公众发表演讲 将到激动处会声位俱下 她就是于凤智 她的演讲中频频提到张学良 为了营救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 他拼命地在美国各地演讲 并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在这些采访中 他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是个独裁者 二十多年来 一直背信轻易 非法软禁张学良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 于凤智掀起的这场 魏夫教区的传媒运动 声势浩大 引来了美国各界的强烈关注 这场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运动风波 甚至从美国蔓延到了台湾岛 然而令于凤智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为丈夫奔走呼嚎之时 自己发动的这场营救行动 也让他自己的人生 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964年7月4日 一场局势瞩目的世纪婚礼 在台北市举行 这是已经六十四岁的张学良 与五十一岁的赵四小姐的婚礼 赵四小姐终于等来了 她迟到三十八年的城 而张学良也终于可以 给这个为自己倾尽所有的女人 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而这场婚礼的主婚人 正是于凤智当年的金兰姐妹 宋美玲 当所有人都在为张学良 和赵四小姐的爱情 祝福的时候 远在美国的于凤智 潜然泪下 这是我们为您找到的 当年台湾联合晚报做出的报道 寥寥数语 却是让远在他乡的于凤智 触目惊心 报道当中最醒目的一段话是 而在这段字的后面 还有一行字 也用了极为醒目的字体 写的是 小楼东风 往事不堪回首 看着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人 现在正挽着别的女人 许下爱的承诺 往事开始一幕又一幕地 在于凤智的脑海当中 一一浮现 于凤智想起当年 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私情 被作为街头巷位 人们的谈资时 赵四小姐的父亲 与她断绝了妇女关系 看着走投无路的赵四小姐 于凤智选择了宽容和接受 但当年她和赵四小姐 也有一个约定 赵四小姐 终身只能做张学良的秘书 不能有名分 她没想到 时隔三十多年 赵四小姐最终 还是背弃了对自己的承诺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这年 于凤智67岁 从她与张学良分开 来到美国 已经整整过了二十四年 这二十四年里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有着数不清的照片 而于凤智 没有再为自己 找一张照片 这二十四年里 她经受了病痛的折磨 经受了丧子之痛 也经历了经济上的窘境 可无论发生了什么 自己有多难熬 她都没有打算过放弃 她离开湖南时 亲口答应了汉清 绝不放弃 要帮助她重获自由 要为汉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可是此刻 看着张学良与赵四走进婚姻殿堂的照片 她还是哭了 哭得伤心 苦得伪惧 张学良虽然多情 但她却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从和于凤智结婚那天开始起 她就遵照当年的誓言 遇事和于凤智商量 很多的时候 她更是会采纳于凤智的意见 在张学良眼里 于凤智的确不是唯一一个贤妻良物 她一直以来称于凤智为大姐 而她对于凤智 这份感情 就像这个称谓一样 更多的是对她的敬重 既然如此 她又怎么会背信弃义 在这个时候 选择和于凤智离婚呢 于凤智猜想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 张学良与于凤智离婚的真相是什么 离婚后的于凤智如何面对张学良与赵斯小姐 她向自己的女儿女婿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 办事等待 于凤智与张学良最终是怎样的结局 答案正在讲述 于凤智在收到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的当天 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她决定就这个问题和汉清聊一聊 当她用颤颤巍巍的手拨通电话的时候 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是汉清 正是她日思夜想的张汉清 关于离婚这事 张学良只对于凤智说了这样一句 我们永远是我们 这事由你决定 如何应付 听到这里 于凤智不禁哽咽起来 我们永远是我们 当张学良在电话那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原本对离婚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的于凤智 忽然之间 觉得自己的内心释然了 我们永远是我们 对于凤智来说 足够了 在于凤智的回忆录 我与汉清的一生中 于凤智表示 他理解张学良与自己离婚的苦衷 他坚信张学良绝非自愿 而是因为蒋介石的逼迫 他认为是此前他生世浩大的救夫运动 惹恼了蒋介石 蒋介石策划这场离婚 结婚的闹剧 无非就是让张学良与于凤智断绝关系 既然不是夫妻关系了 也就无所谓救夫运动了 于凤智知道此刻的张学良是蒋介石笼子里的一只鸟 如果丈夫不按照他的意思办 他随时都会把张学良掐死 想到这儿 于凤智拿起了手中的笔 几十年来为了汉清连死都不怕 还怕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就这样 于凤智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75年蒋介石去世 接班的蒋介石能复唤张学良一个自由 于凤智在等着答案 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 于凤智在美国给自己买了一栋别墅 别墅里面所有的家居布置 都是按照张学良喜欢的样子 在房间的各处 他还摆放了一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 在照片当中 他们神采飞扬 已经86岁高龄的于凤智 来加州闯荡已经有18年的时间 在这18年的时间里 他的事业顺风顺水 钱赚的也是满盘满驳 但他还在继续奔波操劳 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赚取养老费 当时许多不被看好的投资 都得到了很可观的回报 有些的价格甚至飙升到了 当初购买时价格的七八倍以上 1986年的一天 我打中在这个将许多的潮流 的时间都是打中 我打中是我的 宽子 我打中能画我 我打中了 所以我打中了 我打中解到 果然有人 我打中了 那就 我打中了 我的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空旷的别墅里 翻看这些老照片 生活对于他来说 只剩下了这些回忆 不再有别的色彩和内容 就在他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买了那栋豪宅之后 于凤志把自己给摔伤了 摔得半身不随 他只能坐在轮椅里生 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 于凤志想要和自己的丈夫 共度余生的愿望 早就已经破灭 对他来说 他只是希望在自己的余生当中 能够最后再见上张学良一面 哪怕 只是一面 1987年 张学良曾经的机要秘书郭维成告诉于凤志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人为张学良的自由奔走呼号 而台湾也有张群等国民党元老 在积极筹划少帅90岁公开祝寿活动 一旦这个活动成功举办 那就意味着张学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于凤志听后袭凤志 他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于凤志把请柬抱在自己的胸前 招来自己的女儿女婿 让他们给自己买首帐 说要去台湾 要去给自己的丈夫祝寿 那一天 离于凤志和张学良分别 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 这是1990年6月1日 张学良90岁受尘时的影像资料 人们都看到了张学良和赵子小姐 这对世纪情侣 相互敬酒 相亲相爱的画面 也都明白了 如此公开热闹的祝寿宴 对张学良意味着 宝贵的自由终于要来到了 但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 那个为了张学良 在大洋彼岸打拼多年 为她的自由奔走呼好的女人 却始终没有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张学良去世后 他还是和他法律上的妻子赵四小姐同葬在了夏威夷 距离洛杉矶十分遥远 那个空墓始终是一座空墓 于逢至于他的汉清 在生前隔海相忘了半个世纪 在死后也只能隔海相忘